乳癌是女士最常有的癌病 在香港每15个女士有乳癌 治疗乳癌 是否一定要将乳房全部切除呢 切除完之后 是否可以再穿漂亮的衣服呢 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蔡丽儿外科专科医生 跟我讲讲关于乳癌的问题 蔡医生多谢你 你好 彭医生 我想问一下关于乳癌的成因 是怎样形成的呢 其实我们至今都未能够 完全掌握乳癌的成因 不过我们都可以告诉病人 有什么是属于乳癌的高危因素 最主要就是分两种 先天和后天 先天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自己改变了 例如是我们家里面的家族病历 因为家人我们不能选择 尤其是家人带有一些遗传性的基因突变 女士尼癌乳癌的风险都会高一点 后天就我们可以控制到健康的生活习惯 包括吃烟 喝酒 没有做运动 过肥 过重 体重过高 还有精神压力大 还有如果是35岁之前没有生小朋友 还有如果收经之后 再吃一些荷尔蒙的补充药 都会增加乳癌的风险 如果一个女士怀疑自己 或者摸到自己一粒 摸在乳房里面 那她会怎样做呢 这样我们都倡议检查三部曲 当女士觉得有些可疑的症状的话 应该咨询医生的意见 首先医生会问证和做检查 至于第二部就是预线造影检查 通常这也是包括预线X光 即所谓夹胸X光检查 Mammogram 和超声波 如果是临床或者是 这个造影检查上 我们觉得有可疑 就要做检查的第三部曲 即是抽组织去确诊 其实确诊了有乳癌之后 女士又不用那么害怕 不是每个女士都需要做 全乳切腸手术 其实我们都倡议乳癌的治疗 是一个叫综合治疗 当然手术就是最关键的 治疗计划的一个部分 但我们也要考虑 女士本身肿楼的特性 大小 肿楼的位置 还有那个肿楼究竟是单一 还是多发性 或者我们叫多中心性 就算肿楼很小 但病发的范围很大 就未必适合做到乳房的保留手术 当然最重要也是病人的意愿 如果是肿瘤的情况 又许可 病人的意愿 又是想做乳线保留 我们首选都是帮病人做乳线保留手术 女士不用担心 一确诊了乳癌 就等于没有了乳房 要全部撤走 乳房撤除手术 始终对女士的心理影响很大 这方面你有什么经验 是呀 确实做完乳房撤除手术之后 对女士身心都有负面的影响 很多时她对女士会觉得 是一个身体缺陷 甚至她会觉得对她们的配偶有规陷 会影响她们的关系 但要明白 始终爱在美 只是我们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我都会鼓励病人 坦诚和配偶 和家人说她自己的感受 我们非常多谢蔡立言医生 给我们讲解乳癌的治疗方法 多谢你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